在香港只有两件事 不会有人质疑 最富不过李嘉诚 最美不过李嘉欣 也只有两个女人在过40以后 还能够在港媒的娱乐圈头条 血泻传奇 一个是刘嘉玲 另一个依然是李嘉欣 但就是这样一个爵士美人 却被全香港夫态视为仇敌 这其中到底有什么故事 让我们走进今天的视频 探索背后的奥秘 论最美港姐 恐怕没人不会投李嘉欣一票 在电影里他美得张扬 在爱情中他更是用尽手段 上位时堪比工作剧 被誉为是持量行凶 产攻上位的凶悍小三之王 虽然嫁给了许静亨 但是依旧没能洗白 李嘉欣依旧是香港夫态圈 集体仇视的对象 这在全港都很少见 那么其中到底有什么隐情呢 颇认为有语如下 极点 第一点就是李嘉欣虽然凭借许 许静亨谨身夫态圈 但是他年轻时候的故事 实在是太过精彩 所以傅太太们 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他玩 担心会被李嘉欣拉低身价 那么到底顺便香港富豪的李嘉欣 情识有多丰富呢 一 泥矿之子泥震 当初李嘉欣在参加港姐的时候 因为初中的美貌 而引起广泛的关注 很多经纪公司都力要他加入 条件随便开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早在三岁的时候 李嘉欣就已经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广告 来参加港姐选拔 也不过是姐姐李嘉明的一例促成 据说在李嘉欣亮相的当天晚上 他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里一个男生传来 你很亮 我很看好你 这个人就是泥矿之子倪震 原来不仅仅是凡人会被李嘉欣的美貌亮下眼 一直以才子自询的倪震也不例外 被倪震看上的李嘉欣有如神助 一局闯进港姐决赛 成为最热门的夺冠人选 当时只有18岁的李嘉欣 哪里能够抵挡得住风流才子倪震的追求 不久之后就有媒体爆料 倪震和李嘉欣两个人还在太平山顶共进晚餐 俨然一对热恋小情侣的模样 虽然倪震很喜欢李嘉欣 但是书香门第的倪震 却不能接受一个担心家庭出生的儿媳妇 倪震的姑姑一书 在文章里暗讽李嘉欣 美则美矣 但是毫无灵魂 心而高气傲的李嘉欣 向倪震提出了分手 李嘉欣的初恋就这样无期而终 二 点击富豪李嘉诚 有人说李嘉欣香港小姐的贵冠 是李嘉诚买来送给李嘉欣的 这到底是真是假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在两个人身上 还有更荒谬的故事 倪震送女朋友李嘉欣回家 在楼下碰到了一个开老斯莱斯的司机 司机只有一句话 老爷要见你 上了车后 李嘉欣被拉到一处幽静的别墅 在这里 他看到了满脸皱纹的李嘉诚 李嘉诚告诉李嘉欣 只要和我交往 先送你一栋别墅 他很敏感地注意到措辞 送前面有个仙字 这时候的李嘉欣 已经有一点动心了 到底后来他有没有接受李嘉诚的调窃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其后却传来李嘉诚妻子 庄明月在李家外的房子里吃药身亡的消息 庄明月在婚前就和李嘉诚有过约定 你在外面玩归玩 但是不要把女人带回家 李嘉诚也一直信守承诺 没有想到却为李嘉欣破了力 狗仔的说法是 庄明月将李嘉欣和李嘉诚 二人捉襟在床 第二天 庄明月就过世了 铺垫盖地的舆论就认为和李嘉欣有关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件事过后 李嘉欣和李嘉诚默契地达成了共识 两个人永远都不要再有交集了 三 女星收割机 刘兰雄 如果说和泥震李嘉诚的绯闻 让李嘉欣名声大噪 那么他和女星收割机的刘兰雄的相验故事 就让自己成为了香港富泰公认的敌人 1988年 李嘉欣因为港姐冠军而成名 凭借绝强的美貌 成为了新一代梦中女神 而富商刘兰雄也没能抵挡得住李嘉欣的完美容貌 开始对他进行了疯狂的追求 刘兰雄长得虽然不帅气 但是却被誉为女星收割机 此前他所公开的女友 就有蔡少芬 关之林 红心等人 一个个都是数一数二的美人 而这些美人之所以愿意和他交朋友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刘兰雄有钱 都说追求女孩子 不仅要钱 还要时不时的耍点小心机 但是刘兰雄却是一个直肠子 直接拿钱砸 一个一不够那就两个亿 总归能俘获美人贵 刘兰雄在追求李嘉欣的时候 所有的攻略和之前的女性相似又不同 虽然也是用钱堆 但是却也带有了真心 也就是为什么刘兰雄名声虽然不好 但是李嘉欣却也能信任接受了他 按照李嘉欣自己的话说就是 自己大半夜想吃最爱的麻绒包 一个电话打给刘兰雄 老刘就马上变成了快递小哥 亲自跑去买麻绒包 还提供送货上门的服务 结果送来的时候 李嘉欣的大厦突然停电了 刘兰雄一个大胖子亲自派了20多楼 最后把麻绒包送给了李嘉欣 虽然麻绒包不贵 但是冲着老刘这份心意 李嘉欣也不可能不动容 可惜刘兰雄有老婆 李嘉欣在他身边也只能做小三 这在香港夫人圈里 其实也没有什么 有钱人包养几个漂亮的女明星 玩腻了再丢掉 这是作为最美港姐的李嘉欣 和他们又不同 嗤宠而娇的她 在之后做的几件事 触步到了香港夫妻团的底线 几件事都有一个终极目的 那就是要上位 谁愿意一辈子当小三 根据刘兰雄原配回忆 李嘉欣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会半夜打电话来辱骂她 她把电话递给旁边的刘兰雄 自己的老公 非但没有呵斥李嘉欣 反而温柔细语地 当着自己老婆的面 和李嘉欣聊天 在将往的那些年里 除了明面上不是刘太太以外 李嘉欣的行为 都在努力地往正宫上逃 婆儿举个简单的例子 在将往一段时间后 刘兰雄把红心 迁到自己公司 外界都在疯传 李嘉欣即将失宠 红心要上位 李嘉欣就当众打电话 给红心对其破口大骂 你就是一个蠢猪傻女人 大刘怎么会看上 这么一个货色 言语之间 宛如正宫娘娘 她完全忘记了 自己充许量 也不过是一个小三 你好好做小三就算了 还以止气势地 不把正宫放在眼里 再加上李嘉欣 长得实在是漂亮 那段时间 香港夫太太们团们 都在担心 万一老公和李嘉欣 搞在一起怎么办 自己会不会成为 第二个刘太太 于是乎 集体秘密封杀李嘉欣 成为香港夫太太们的目标 李嘉欣和刘鸾雄故事的结束 也是因为刘鸾雄太好色 不知道手脸 网上曾经流传出一段录音 内容是李嘉欣痛骂刘鸾雄 你为什么不能像王金 对待求淑珍一样对我 美人也怕似衰而爱吃 看到尚未无望的李嘉欣 最终选择了分手 四 数不过来的男朋友 如果真的要细数李嘉欣的男朋友 普尔估计可以说上一天一夜 但是因为篇幅限制 我们就直接以男朋友们 来代替李嘉欣后来交往的对象 其中有黎明 卢赵辉 陈平志 等等等等 这些男人或者在财力上 无法满足李嘉欣的要求 或者是在名气上插着意思 总之 最后都分手了 所以说 李大美人 越人无数 一点都不夸张 实话实说 李嘉欣虽然美艳 但是他在香港的名声并不好 据说他在宣布嫁给许静恒的时候 全香港的富泰团们都松了一口气 按理说 嫁入豪门 李嘉欣应该拥有了和富泰一样的身份 为何还是低人一等呢 逐句容貌 他却有功继性 当小三的时候 触碰到富泰 另一外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原因 那就是 许家 其实也不算是什么真豪门 我们外人看来 李嘉欣真的是 飞上之头便疯狂了 但是 实际上在香港 豪门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而许家的地位 在香港的富豪圈 就算比较低了 许家 本来就是一个老豪门 在许静恒爸爸 许世勋 接手许家后 许家就开始呈现 没落之事 等到了许静恒这一代 更是没有什么名气 许静恒自己也很清楚 许家的处境 再加上自己的儿子 也不是什么商计奇才 与其让他瞎整 还不如保证日后平平安安 于是乎 许志勋的财产 就放到了信托基金里 让儿子每个月 领取两百万的薪水 两百万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 可能一辈子都赚不到 但是对于富豪来说 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 一顿晚餐而已 所以表面上看 还是豪门的许家 在豪门圈内 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底气 能嫁入豪门的女人 那都不简单 什么阶级的人 就能吸引什么阶级的人 李嘉欣自己的娘家 肯定是指望不上的 服务家又不给力 所以在富泰区会中 占鞭鞭 被别人排挤 也不奇怪了 看完这段视频 那么大家对于李嘉欣 选择许静恒 费心嫁入豪门 去遭排挤 到底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的 评论区告诉我们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如果您喜欢 就请动一动小手点个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